小镇上死了一个少女 荒原上多了一个跳舞的女人 文雅中就读于当地一所高中 二年四班 她死的时候 被挂在小镇最高的房顶上 半截身子垂在栏杆上 一边是乱乱蓬蓬的头发 被炖气砸穿了头盖骨 而另一边是发青发紫的双腿 稳稳递在风中 这是一间无人居住的老屋 一个花季少女暴毙于此 被人以不雅的姿态 展示死状 而附近的小巷子里 则找出了一个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上刻了一个名字 叫泰宇 是小镇里出了名的 先天智力发育不全人士 由她的母亲惠子抚养长大 尹泰宇被警察拷走的时候 还在傻笑 在这些人哄孩子一般的招式下 签了认罪书 这起震惊全镇的案子 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 而落幕 而高尔夫球则涉及到了太宇 另一桩闹事案件 那天 惠子正在切草 然而 她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门外的太宇身上 太宇正在和她的朋友 震态斗狗 固然飞过一辆奔驰 擦着太宇驶过 差点出车祸 然而 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惠子惊呼一声 完全没注意到 刀割伤了手 竟直跑了出去 忙门 然而 真正流血的并不是太宇 而是惠子 只是 她对太宇的关注 远远大于自己 而之后 震态则带着太宇 去高尔夫的停车场进行报复 震态一脚踢烂了 那辆奔驰的后视镜 并讲起了大道理 认为 这种方式很酷 太宇则学着震态的模样 李祖当然也认为 这种方式很酷 后来 知道两人又去山上拦截那群肇事逃逸的人 互相之间打进了警局 疑问才知 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还有某知名大学的教授 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双方和解 而太宇则拿起了紧来高尔夫球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母亲惠子匆匆赶来熟人 而真太则诬告太宇 说是太宇打碎了人家的后视镜 惠子只得跟朋友借钱 他擅长针灸与当地一些富人交好 勉强靠此维持生计 有一个难以怀孕的女人 曾经称赞过太宇 而惠子则对他心生好感 直言自己有办法让他怀孕 于是从这里借了不少钱 然而太宇不久后又跟着真太出去私混 他们去了一间名为曼哈顿的酒吧 太宇喝得烂醉 还调戏里面的女人 然而 他们都不过是拿他当弱智侃 根本就算不上男人 就像是真太此前问他 你跟女人睡过吗 太宇毫不犹豫地说了 有 是母亲惠子 他对酒吧老板娘的女儿米娜颇有好感 但是 却招来老板娘的白眼 他不客气地告诉太宇 让你母亲来付酒钱 太宇勃然大怒 他分不清 这些人半是讥讽地嘲笑 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对他好的和不好的 他掏出那个高尔夫球 觉得这个很值钱 想用这个抵战 最后 却没能成功 而在此之后 太宇和镇太分开 镇太听到有人说 那群教授将价值极高的高尔夫球杆 丢进了水里 便想碰碰运气 而太宇则在回去的路上 碰到了孤身艺人的文雅中 他一边说着轻浮的话 一边尾随 直到文雅中 进入一个小巷子里 冲着太宇丢了一块大石头 第二天 文雅中死在了最高的一间破屋里 那条小巷里 则是留下了太宇的痕迹 全镇默认的事情 唯有母亲惠子一人不信 他先是去牢里探监 教太宇回忆当时的情景 又直接送礼给警官 他的心目中 从小到大 他都教太宇做神奇小宇宙 揉自己的太阳穴 希望他能记起什么 但是太宇只是呆呆地说 母亲又在公事罪行的时候 大闹灵堂 冲着文雅中的家人大吼 但可惜 这些事情都没有真正让太宇脱罪 惠子又去请最贵的律师 但这位律师在发现 太宇是个弱智患者之后 毅然离开 甚至说出 可惠子并没有放弃 任何能让太宇出狱的机会 太宇后来回忆起了 震太冤枉他破坏后视镜的事情 惠子顿时又怀疑上了震太 他偷偷闯入震太家里 偷到了震太家里的 染血的高尔夫球杆 而且还撞破了震太和米娜偷情 震太一边嘲笑着太宇的弱智 一边却又泡走了太宇喜欢的女孩 惠子将高尔夫球杆送到了警局 却遭到了震太的报复 到惠子家里冲他要钱 而震太也提醒了惠子 可以从文雅中身上下手 惠子随即从文雅中的人际关系开始调查 通过一位朋友找到了文雅中生前的消息 知道了文雅中的手机不见了 而这位朋友被两个混混缠上 也跟他要文雅中的手机 惠子又找到了震太帮忙 拷问这两个混混 终于得知文雅中的秘密 他被号称是米糕公主 给米就能上 因为和他相依为命的祖母最喜欢米酒 而他没有钱 宁愿出卖自己的身体换米 混混说出实情 这让惠子更加坚定了太宇无罪的想法 惠子用一点点钱 从雅中祖母那拿到了手机 里面有不少照片让太宇辨认 而太宇却因此回忆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当天夜里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石荒老头 而这个老头的照片 正好在雅中的手机里 惠子当下有了决定 因为这个石荒者他见过 他曾经买过他的一把伞 之后 太宇则因为监狱里的人辱骂他是弱智 在里面打了一架 惠子前来看他 却不知 他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 惠子此时还是相信他的 他相信 太宇所有的行为都是好的 都是别人想要伤害他 太宇的思想里 没有人能欺负他 如果欺负他的 肯定要报复回来 甚至连惠子也被他记恨过 两人不欢而散 惠子又匆匆离开 去找那位石荒者 他假装自己是福利机构 说是要给石荒者 做一套免费的真酒 在这个过程中 他套出了当天晚上的真相 石荒者那天 刚好跑到那间屋子过夜 他看到太宇跟着文雅中 而女孩不堪其扰 从巷子里 朝着太宇扔了一块石头 太宇当下反击 将石头扔了回去 不想砸到了雅中的头 血流而亡 文雅中的确是太宇害死的 他就是杀人凶手 尽管他根本记不起当夜的事情 他不过以为是反击报复的一种 惠子被事情的真相给震惊了 他认为石荒者在说谎 太宇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此后 在石荒者想要报警的时候 惠子抄起旁边的钳子 疯狂地击打石荒者的头 将他杀了 惠子在意识到自己杀人之后 轻声尖叫 但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太宇 这位母亲在荒原上放了一把火 想要将自己的罪孽烧个干净 小镇上死了一个少女 荒原上多了一个跳舞的女人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他的儿子 这片荒原像是他内心的世界 荒无人烟之地 但是那个唯一的他 他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他 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罪恶的事情 后来警察通知惠子 说是找到了新的线索 他们发现了另一个人身上有亚中的血 而这个人居然是当时和亚中有染的混混之一 太宇被无罪释放了 然而此时的惠子却没有当初的欣喜了 他清楚地知道 太宇杀了人 即便只是无心之师 也是杀了人 惠子并不希望他想起什么 他用针扎太宇 刺激学到 使他忘记 就像五岁那年一样 而他想要忘记的 同样含有自己的罪孽 太宇 他那双小露室的眼睛 暗示着那一夜 他为何要把亚中放在屋顶 因为他流的血很多 他想让他被看见 他不知道自己杀了人 他在扔出石头的时候 甚至不知道 亚中已经被他害死了 因为他的报复之心 一个女孩的人生 乃至于他的家庭 都早早结束 那双澄澈的眼睛 染了血 里面藏了罪孽的恶之花 但展现于世人的 仍旧无辜 甚至此后 他在拾荒者的屋子里 捡到母亲的针酒盒 也没有一点怀疑 惠子最终 带着他离开了这座小城 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汽车上 他拿出了带血的针酒盒 冲自己腿上扎了一针 据说 这个穴位能让人忘记往事 身后 他带着笑容 融入了这一声 欢声笑语 就好像 他真的已经和太语一样 放弃了自己的罪孽 他的手上满是鲜血 他的灵魂里 刻着罪孽 他在最圣洁的心灵中 孕育出恶之花 他也在荒原之中 封闭自己的世界 母亲可以是卑鄙的 脆弱的 坚强的 母亲可以是绝望的 迷茫的 惊醒的 甚至可以为了挡在身后的人 半身碎骨 母亲不是一个职业 而是一种职责 她耗尽毕生养育的人 无论成为怎样的人 都是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 可真正奉献一切的母亲 一定是最好的母亲吗 她的子女 一定是最幸福的子女吗 如果母亲的世界 成为了一片荒原 只剩她一个人独舞 那么这样的人生 毁在了原点 没有未来 故事配老酒 明朝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